大家好 我是洪水里的鱼 你的姑娘出嫁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很难搞定的一个话题 因为今天我看到一个说法 就是有一个父亲在自己的姑娘出嫁的时候 迈着小碎布 欢快的小碎布 走到自己姑娘的婚车面前 然后弯着腰挥手说拜拜 周围的人哄堂打笑 说实话 这个镜头让我感慨颇多 因为近一个时期以来 这个时期有五年 或者更长一些 七年 但是不到十年 因为十年以前 我知道在我们当地是有枯架的习俗的 就是姑娘 女儿出门 嫁人的时候是要痛哭流涕的 他这个哭是表示对自己家人的留恋 因为他出门之后和自己的亲人就成亲戚了 以后只能叫娘家了 而到新的一个家庭 一个新的比如说婆家 自己的丈夫家 或者叫自己的家 他要成立一个新家 他是那个新家的人 不再是这个养育他几十年的这个家里的人了 我说这个的时候都有些伤感 就是他会痛哭 他会难受 他会其实就是一种恐惧 有压力 那么在他出门之前就会哭架 哭得很伤心 闻着惊心 见着落泪 后边呢 就是姑娘出门之后 丈母娘 就是姑娘的女儿的妈妈会哭 因为他把所有人都送走之后 姑娘出门之后 姑娘的妈妈会哭 也就是岳母会哭 就是嫁姑娘 其实是一个很伤心的一个话题 之前有人说过 就是嫁姑娘就跟着火一样 嫁一个姑娘就跟家里着一场火一样 什么人才两空 家徒四壁 就就就一场空啊 很伤心的 我现在说起来也是很伤心 因为我的 我是一个女儿 独生女啊 就是这种心情可以理解 后边就是十年之后 就是有这么将近十年以来 就是岳母也哭 就是姑娘的妈妈也哭 然后呢 姑娘的爸爸哭得就比较厉害一些 以前都说嘛 男人嘛 你哭什么是吧 刚开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都感觉到 哎呀 怎么会 姑娘的妈妈 爸爸也哭呢 后边才知道 哭啊 真哭 哭得也很厉害 谁头拉不开 这种哭是那种 撕心裂肺的 那种哭 因为一般现在都是独生女嘛 独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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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生子女 嫁人之后就感觉到 这又不是掌上明珠没有了 而是所有都没有了 他这胳膊都没有了 那种感觉啊 以至于我 就是嫁姑娘的时候 我的姑娘出嫁的时候 我有种担心 就是 我担心在那天我会失控 因为我这个人 就是对我的姑娘也是 真是 其实每个人 对自己的孩子 都是非常爱的 都一样 都一样 只不过嫁姑娘的那一刻 真的是有一种 有种撕裂感 有一种分离感 尤其是那种 仪式结束的时候 你真的会有一种撕裂感 他走了 然后 什么都没有了 姑娘 女儿一走 亲戚一走 这个 鲜花呀 也收拾了 桌衣板腾也收拾了 然后就说你 就是 夫妻两个往那一坐 你会觉得 突然会觉得 房子特别的空 房子特别的大 你会感觉到 这世界上 就剩了你两个人 所以 哭 是正常的 两口哭 这个 有人说 你姑娘就不回来了吗 你看 重要的是那个回字啊 就是人家 已经是 另外一个家庭的人了 人家家里是天人口 咱家里是少人口 这个 确实是 是 养姑娘是 一个非常让人伤心的话 就是以前我 我媳妇曾经跟我说过 养儿子满堂红 养姑娘一场空 我不是说 重男轻女 请注意 我不是 重男轻女 因为确实 你看 有儿子的人啊 你不管你有多辛苦 他是一种炫耀 你要注意 他是一种炫耀 累死了 两儿子 哎呀 又要给人家盖房子 又要给人家娶媳妇 哎呀 敲骨西髓 你看 关键他得意识 不要给人家娶媳妇 将来 这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事情 尤其在结婚那天 你仔细去看啊 这个公公婆婆 在结婚那天 眼睛是亮的 脸是亮的 因为她完成了一件大事情 给儿子娶媳妇 给家里盖房子 这都是人一生中非常大的事情 如果一个人 又给家里盖了房子 又给儿子娶了媳妇 他这生其实大事 基本上就算干得差不多了 基本上就是给老人养老送中了 大事盖房子 给儿子娶媳妇 这是自己的 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吧 因为给父母养老送中的时候 因为他还有兄弟姐妹嘛 但是给自己的孩子 盖房子娶媳妇 那可真的是自己 自己去做的事情啊 别人帮不了 只能说是我跟你 别人给你出不了钱的 你就是出了钱 要借是吧 你还得还 别人给你帮忙 你还得帮回去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 不要听有儿子的人给你诉苦 人家搞清楚 人家是给你炫耀的 而养姑娘的 那只是舒服十几年 二十年 我家有个姑娘 挺听话的 这个学习也不错 在家里干个家务 别人听了都不说什么 哎呀真好啊 你有个姑娘 说这话的时候 其实是一种怜悯 一种安抚 如果有人心里心眼不好的 我还会想 哇 想不了几天 你那个小棉袄 都会穿在别人的身上 我不是吓唬有姑娘的 我敢说这话 是因为我是一个独生 独生女啊 我非常了解这里边的区别 而你看那些有儿子的 哎呀这他妈的 生个儿子 别人肯定会骂他 因为什么 因为别人知道 你炫耀什么 你嘚瑟什么 你不就生了个儿子吗 你不就生了俩儿子吗 我要有 我比你更累 我要盖房子 我要给自己的儿子 娶媳妇 添赚家人啊 大事情 一个家族的开支赛业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那么等到结婚的时候 送姑娘出门的时候 有多人就感觉到 有种幻灭感 或者是其他的一种 什么感觉 这种感觉非常的私心裂肺 然后嚎头痛 我一个心情 就是自己的姑娘出门的时候 哭得别人都拉不住 可能就是 我个人认为就是一种撕裂感 一种形式上的 心理上的那种 那种撕裂感 根本就难以抑制 谁都全不了 以至于我快 给我孩子办事的时候 就是给我孩子快 就是我姑娘快出嫁的时候 别人就说 我看看你小子怎么哭 等到就是我孩子出嫁的时候 就是好多时候 就是你说 怎么怎么 它是一种 就是因为我觉得啊 女大当婚 男大当婚 女大当家 这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情 主要还是一种喜悦 孩子成人了嘛 你要想明白 你养的姑娘 最终就是别人的 那不是不仅仅是给自己养的 他要为人妻 为人母 为人习 这个习是儿习 生下来注定就是这么个角色 而不是自欺欺人 说啊我这个孩子 我这个姑娘啊 怎么怎么 你把他养的优秀 是为了他将来能嫁一个更好的人家 能找一个更好的夫婿 能让他的后半生更加的幸福 而不是说 你把他养的特别好 你把他培养的特别好 就将来留在你自己的身边 这个不公平 因为女孩她就是女孩 天生的就是 就不能在家里当个顶梁柱 男孩是去当顶梁柱的 而不是女孩去当顶梁柱的 就是说如果你 你妄想把自己的姑娘养的特别好 然后让他去当顶梁柱 这个对你姑娘是 对你的女儿是不公平的 所以他出嫁 找到一种人 遇见了良人 我们应该是感觉到非常的欣慰 你说不舍是真的吗 我希望你不是 你养的不是姑娘 我希望你不要经历那种 那种就是所有人都在高兴 而你一个人内心深处 非常的这种彷徨 那种不舍 还有强烟欢笑的那种 那种在一种大喜的日子 你不想表现出来 就是那种悲伤 这时候你需要一个强大的力量 一个强大的内心的力量来支持你 我非常佩服这个父亲 就是刚开始这个视频 我刚开始说的那个 卖着小碎布 跟河神一样 卖着小碎布 跑到颠巴颠巴 跑到自己姑娘的婚车面前 举起一只右手 举起他的右手 稍微供着腰 说拜拜 我非常佩服他 他有强大的那种 自我调节的 自我控制的力量 我不知道他的力量从何而来 我希望 我希望所有有女儿的父亲 所有的老丈人 在嫁自己姑娘的那天 要有这种力量 如果没有 请你提早培养 因为这些年 这将近十年以来 我看到了太多的 就是这个泪水 听到了太多的哭声 让我们这些人 都不敢再养姑娘了 生下姑娘以后 他就会发愁 一个 铁定了一场空 一个 你说你爱他 就让他更优秀 但是 你越让爱他 你越让他优秀 他将来嫁人的时候 你会越会痛苦 如果你把这个事情颠不顺的话 这养姑娘就成了一个 让人非常分裂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 我觉得吧 就是还是要把心态调整好 你丢掉了一个姑娘 可是你还收获了一个女婿 虽然说一个女婿只顶半个儿子 但是毕竟 你在自己的 有一个女儿的同时 还有了半子之说 同时你要想到 人家有一个儿子 又多了个儿媳 注意 儿媳不是多了个姑娘 她也是半个姑娘 一样的 其实是相互的 其实是相互的 只是呢 确实 姑娘嫁了人之后 她会在新的家庭当中 乐不思蜀 所有人都希望自己姑娘嫁出去之后 就像泼着这个水一样 永远不要回头 永远不要三天两头都回来 她三天两头都回来 说明她活得什么 不如意吗 她一旦活得如意 她一旦活得 比她在自己娘家活得要好 她就会乐不思蜀 她就会十天半月 一个月 半年的都不回来 让你老两口坐在家里头 望眼欲穿 孤苦伶仃 但是这种望眼欲穿 这种孤苦伶仃 其实是幸福的 因为你不枉把自己的姑娘 养得那么优秀 不枉把自己的姑娘培养得 非常的 就是这个 娴熟 让她在自己的新的家庭当中 非常的幸福 以至于乐不思蜀 以至于你会 孤苦伶仃 这种 其实是幸福的 当然 当然 好多人接受不了 并且我也见到 好多人接受不了 这个 还是需要你去调解 这是 因为这种 这种事情啊 也就是 我们 就是 比如说60后 70后 甚至还有80后 一部分 有这种现象 就是什么 独生子女 你只能生一个 生下来以后 你看啊 是个女孩 上天给你什么 我接什么 但是呢 最终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结婚的问题 就是 我的姑娘会嫁出去 据说现在 有的地方有这么一种 叫什么 不婚 不婚不嫁 就是结婚 孩子 什么 房子 两套 就是 再娘家一套 再婆家一套 来回跑 因为 都是独生子女 谁的父母 都是父母 都要养 但是我觉得吧 这个压力太大啊 总有一方要做出牺牲 那么到底哪方做出牺牲 我觉得相对弱的那一方 还是要做出一定的牺牲 让 让自己的孩子 包括 不管是儿媳也好 女婿也好 让他更加的 这个新家庭 更加的蓬勃向上 而不是由于我们 今天见不到 心里难过 明天见不到 心里孤寂 而影响 孩子们新家庭的 向前走 向更 向父走 好 这次我们就先聊到这 再见